大家好 我是葉老輝 高CP值桌上型電腦主機藍人包 二月份的 終於出來了 但是因為這個CPU還是沒有完全的出來 我其實是一直在等 那因為等太久了 所以二月份先還是給一些 如果急著要組電腦的人 還是有一點點方向 但是我目前的 如果你沒有很急的話 目前是以觀望為主 是希望大家以觀望為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兩張單子 這次的兩張單子 那我先講一下 我怕我等一下忘記講 這個如果是這次的兩張單子 價格差不多AMD多一點點 但是效能上面我會比較偏向R5-2600 R5-2600 現在支援多核的狀況下 R5-2600會高出許多 好 那在顯卡的部分我講一下 這個RTX的2060呢 現在的價格是偏貴的 偏貴的 那現在的這個1060 6G的呢 價格呢 比較親民 然後這個呢 應付遊戲呢 其實也都還不錯 其實也都還不錯 所以這兩張單子呢 基本上還是以應付這個 遊戲為主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次的單子有什麼 那這次呢 我比較特別 有把這個圖片顯示出來 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那下面都會有原價屋的連結 好 原價屋的連結 好 讓你可以方便的去這個做更改 好 去做更改 像你廠牌啊 或者是這個 電源啊 或者是 機殼啊 想要更改的都可以在裡面做更改 好 SSD跟傳統硬碟呢 其實SSD現在目前的速度呢 會跟以前傳統硬碟的差距蠻大的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問 差距蠻大的 所以只要呢 換上這個SSD呢 你都會有明顯的這個速度 變快的這個感覺 速度變快的這個感覺 那我每次都會組一個傳統硬碟的 一梯的 好 一梯的 這個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有一些照片啊 影片啊 檔案啊 想要留存的話 你可以存在這個一梯 那當然現在也很流行 存在這個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 如果你的錢也可以 把這項省下來 花在這個雲端的費用上面 也是可以 所以也可以不用買這個 1T的這個傳統硬碟 那Intel的部分呢 我再講一下 Intel的部分講一下 就是這個CPU的部分 i5的9400F 是沒有附這個顯卡的 沒有內建顯卡啦 所以都一定要有這個 外接的顯卡才可以使用 那你如果要內接的顯卡呢 你可以選擇 i5的8400 i5的8400 上一代的8400 效能其實差距不會太大 效能差距不會太大 好 那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呢 是這個調查的 之前每個月呢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調查 那目前調查出來的 這個統計表呢 我把它列出來 這個CPU呢 還是以Intel為比較多一點 Intel比較多一點 那顯卡的部分呢 是這個NVIDIA 然後是華碩的廠牌 華碩的廠牌 NVIDIA呢 佔了91 AMD 只有9而已 那華碩的部分呢 是廠牌的部分 是65% 那主機板的部分 華碩佔了62% 華碩佔了62% 再來記憶體的部分 金士頓呢 47% 那芝奇的部分 40% 好這就是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大家怎麼 目前呢 做這個選擇 大概是怎麼樣子 好那就是可以給大家一個選擇的方向 這也不一定完全正確 這是大家的這個市場的取向 市場的偏好 那這個調查的部分呢 到這邊會暫時告一個段落 因為我們網站呢 還在製作當中 這個更細的調查表還在製作當中 那製作好之後呢 就會再分享到網路上 讓大家做這個調查的部分 那以後調查出來的呢 就會有這個網頁呈現啦 就不用我每一次都列出來 不用每次列出來給大家看 好啦那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呢 幫我按一下喜歡跟訂閱啦 下次再見啦 掰掰